中信兄弟在今年的總冠軍賽 安排了兩場主場在台中的洲際球場 讓人再度關心相對有意認養洲際球場的話題 但是球團不願正面回應 其實在中部地區 中信兄弟的球迷就是很多 那當然尤其在昨天的那場比賽 在非假日的情況 大概還有在一萬六千多的球迷 進到球場來為中信兄弟加油 其實對這樣的狀況我們就覺得是很滿意 洲際球場是在2006年完工 可以容量整整兩萬名觀眾同時進場 加上南來北往的交通相當方便 台灣只要有重大賽事 洲際都會是第一首選 中信兄弟一旦認養洲際 中部的球迷更是全面聲援 因為球場還滿新的啊 就還不錯啊 就以我們中部來講 我們球迷來講很方便 如果認養這邊的話 球賽當然是會增多 我們看球就比較方便 就天天來 真的嗎 真的啊 真的 球迷的力挺除了因為交通便利 球場設計 採取美式風格也是一大因素 因為這個球場本身的設計 跟台灣的其他球場真的都不一樣 那麼比較接近美國式的 這樣的球場的設計就是 他是很接近 就是觀眾是很接近球場 所以當他在看球的時候 真的就是會有那種更臨場的感覺 除了認養洲際球場 牽涉層面較廣 讓中信兄弟態度上相對低調 當然他們更期盼 在提升中部球迷福利的同時 也能兼顧到全台灣的球迷 U10TV 甘方傑 錦子祥 台中報導